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头条我们要先来看 国道上面的这一起 追撞车祸 驾驶当场混沌 这样的恐怖意外发生在昨天晚上 国道一号钢山路段这边 现在大家都蛮纳闷的 因为时间是发生在晚上的七点多 按理讲车多驾驶速度应该不会太快 他却直接去追撞前面的连接车 酒侧后他也没有酒精反应 是恍神吗 这位驾驶其实他大有来头 他是国内很知名的洗鞋品牌创办人 白手起家跟太太 从帮人家洗鞋清洁做起 做到一度他们全台湾是有13间分店 还扩展到中国去的 事业如日中天 死神却先找上门 白色宝石捷 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地上零件四散一地 不难看出撞击力道有多大 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 北向345公里 钢山路段 十三号晚间七点多 三十九岁宋姓南驾驶驾驶保时捷 因为不明原因追撞前方半连接 操车 不幸当场死亡 根据了解死亡的宋姓南驾驶 是国内知名的洗鞋达人 他跟太太二零一二年开始 在高雄经营鞋子的清洁保养 维修 后来服务范围扩及到包包的清洁染色 全台分店一度达到十三家 甚至到中国开业 可以说是事业有成 发生意外车祸 送信老板命丧国道 也让亲友感到震惊与不舍 而车祸的发生原因 警方也在调查厘清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